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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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的推测对还是不对 您判断的是对 但是原因我是比他矮 所以我要把头发弄得高一点 可能跟哥哥一样高 跟我判断的原因没有关系 但您猜对了 这个是哥哥 然后我是弟弟 是吧 对 你们告诉大家 你们探访的是谁 就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特别功成名就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呢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好 他喜欢收藏其实 喜欢画画 喜欢表演 他演过很多 我们当时就是追到不行的剧 然后包括在风神榜里面塑造了 还有渴望里面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形象 这位老艺术家最打动你们的一句话是什么 结合他的经历 他跟我们讲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去像我们预设的那样的轨道去往前走 所以你不要焦虑 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那个美好的未来一定在彼岸去等待你 好啊 那到底是谁呢 来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下 子文 子豪 是怎么拜访这位老爷爷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马太的哥哥院子文 喜欢写作建制创业 我是弟弟院子豪 喜欢写字和旅行 不高冷有点暖 我们是有理想不服道的追梦人 怀着忐忑期待的心情参加人生课堂 不知道会接到怎样的任务呢 谢谢你们的任务 好的谢谢 人生课堂 哎 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去拜访的老前辈吗 对 确定定是给我们的吗 非常确定 天哪 那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我们要做好多功课了 因为 可以跟大家聚透一下 这位老前辈非常的厉害 得高望重 而且 他是我儿时的偶像 然后我相信大家每个人 都非常非常熟悉他的面孔 那我得赶紧把我哥叫回来 跟我一起 商量商量怎么去 怎么去做这份功课 我觉得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做的 才能去对得起这位老前辈 你说你这当哥哥的啊 回来这么晚 这事准备工作我都替你做了那么多 你今天必须还是做功课啊 这打好我的蓝老师资料 你也看一看 这么多年啊 我第一次替我做的功课 替你做的功课 你还要黑我一下 这么多年 我之前是有多差啊 哎 你说咱俩见蓝爷的第一面书还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的第一面 嗯 初音爷 讨个近乎呗 哦 你进去之后 你还说哎呀 爷爷你看你这家怎么这么漂亮 哎呀 这个装修怎么怎么样 那不然这样 就明天 我看你眼神 就我该问问题的 如果你给我一眼神 我就可以问问题了 然后前面你就 你就再跟你一样卖萌 然后拉近距离 然后你需要我干什么 然后你就给一个指示 谢谢 谢谢 哎呀 选衣服头疼 先选 先选上衣吧 哥 咱俩没衣服穿怎么办 你是想选衣服 还是想惩罚一下我啊 事实上只有哥哥好 有哥哥的弟弟相块好 我们现在在给蓝爷爷准备礼物的过程 我们俩就是在很矫情的描边 我在这里就负责用白色的颜料 把哥哥刚才画的都盖掉 那给老爷加点腮红 其实蓝爷爷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学过各种各样的绘画 然后现在漫画又是我们年轻人很喜欢那种方式 然后我们请到了非常非常厉害出色的画手果人 帮助我们去构思和完成这幅画作 然后也希望他可以喜欢 走了走了走了快 赶紧的吩咐 我拿老家 那对对 东西差不多了 你说每次这种时候就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忘带了 特别挤着 鞋都没有身上 走了走了走了我们要出发了 你说我今天头部高不高 我怎么就比特别高那么多 没关系 高点高点吧 比哥哥高点我开心 好 让第一缕阳光射进大山里 子文子豪兄弟开始出海捕鱼了 CCTV 我们还在紧张吗 再准备一下 对 这次人生课堂的录制 从头到尾的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一直到今天早上 跟当年高考一样 早上节开始 再进行最后一次复习 你说一会儿我们要问问题的时候 要是问到了雷区 或者雷区不太想答 你就这个怎么办 把你考下来刷板 我们到了 收拾一下 终于到了蓝叶爷的家里 我们要去见蓝叶爷了 对 我期待了特别久 然后我准备了礼物 是这个地方吗 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 那家门里 那家门 verg jeux门 上门 想 跳舞 嗯 嗯 提到什么 我OK吗 谁在书 因为四燕 前线 大門即將開啟 期待已久的見面 爺爺好 來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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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您太開心了 不好找吧 肯定有什麼地方 漂亮吧 爺爺 太好了 希望您身體健康 謝謝 好 難也能抱一下嗎 哈哈哈 偷偷都賺得便宜抱一下 你們報了 好 那咱們就 謝謝爺爺 這個雙八開的好處啊 你看這我們倆人的書 然後送給您 沒有你們 你們寫了好多本書 这是我们的 反正就是从大一开始吧 然后特别奇妙 就以前看您演的电视剧 然后那个 真真真人了 对 然后现在把自己作品送给您 好 忘记了 忘记了 爷 先给您介绍介绍我们 好 我们是双胞胎 对 您都看出来 您猜猜我们哪个是哥哥 哪是弟弟 给您两次机会 两次机会 两次机会 那一定对了 你是哥哥 我是哥哥 为什么 是看我稳重一点 是吗 不是 你这不能这么分析 什么原因 这是凭感觉 凭感觉 对吗 他长得稍微老一点 他老明明 是 他长得老一点 对不对 不对 我是哥哥 那你就是哥哥 但我俩也没差多少 那您我两次机会 我第二次我再猜那肯定是 没错 这个您猜对了 您也太厉害了 恭喜您 没有 应该是直接从这段开始 哎呀 爷您猜对了 我是弟弟 但是我们俩只差二十分钟 然后我弟就不太听我的 没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做哥哥绝对的权威 然后 你这个当哥的想有绝对权威 没有 我觉得 我小时候 就是为什么说 以前看电视剧 像风神榜那种 我特别喜欢 就是这种 什么仙侠的一些剧 就是小时候就觉得 特别喜欢自己是英雄 然后英雄旁边 总会有一个 就是小帮手 然后小时候就会说 你去干嘛干嘛干嘛 然后指挥他 那不是英雄 那老指挥别人的 那不是英雄 让他跟我一起当英雄 是 老爸我当小弟 喜欢 那但是不太管用 这个小弟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爷爷 看您那个气色特别好 还行吧 其实我原来吧 从年轻到中年 到进入老年 我是公认我们这个年龙段 身体最不好 最不好 最不好 我那书里也行 对对对 但是现在 我确实成为最好 您是不是有什么 就是 这个保养的秘诀 或者是 我感觉您是不是 就是好像越忙 然后起走越忙 越充实 因为我确实看到 包括我认识的好多人 老注意养生 老注意 吃什么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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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担了 对 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讲科学 有病还是得治 所以我 我觉得爷爷就是 不去琢磨他 不去老去把他想着他 然后反而 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你知道爷爷 83岁的时候 开了自己个人的人生的 第三次画展 对 第三次 84岁的时候 扩别舞台19年 又去演戏去了 您那个不过瘾 又去当导演 我听说您这个 今年更夸张 您直接这个主角一演 演105分钟在台上 那是有大队 但是还可以 但是确实日程安排的 特别满 而且我看您的那个自传上写的 您是一个不太擅长拒绝别人的 性格特别好 你们既然看了那本书的 应该我前面写了 我原来我这人脾气特别不好 出了名的脾气坏 现在好多了 是啊 今天见您第一面 感觉您现在就是特别温柔 这个咱们刚见面第一次 不会表现出那个 让人反感的那一面 一般的都会表现最好 就别说我了 说说说你们 你们好像已经写了好多本书了 三本书 三本 我这么几个感觉 一个你们双胞胎 你们的名字呢 子文 子豪 子文是哥哥 他在前面 加在一起就是文豪 嗯 嗯 你们想做文豪 当时是 您是家里人起的 爸妈们起的 对 他们想你们当文豪 他们就想说这个 稍微有点文化 他们起吧 嗯 嗯 不是文化呀 你不没叫子文子化 啊 叫子文子豪 那就是 本来 他叫子土 你叫子豪 那回想叫土豪 哈哈哈哈 真的 好多种玩笑 啊 然后那个说 呃 说你们这应该叫 一个叫子土 一个叫子豪 要不然就是他叫子文 你叫子武 子武 嗯 但是其实爸爸妈妈 对我们 没有特别多的就是说要求 没有很严格的管我们 我俩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妈妈说 嗯 你俩平时写作文还行 哎 投作稿一些作文 出入咱家不可能 嗯 但我拿到我书给我妈 我第一本去给了我妈妈 嗯 我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 我说妈妈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90后就有这么个特点 就是他们想去做什么 他们会很努力的去完成那个目标 虽然可能这个目标离我们很远 或者是在别人看来挺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会很努力去完成它 我觉得这是90后的一个特点 他想做什么就一定会做的 我还想了解一下啊 你们现在还在北大 嗯 还在上学吗 在上学 今年本科毕业 然后就今年毕业 嗯 六分毕业 六分毕业 你们学的专业是什么 弟弟念的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我念的是社会学 那你们学的这个专业 将来是要做文豪呢 还是要搞你们现在学的专业 学长老师这个特别想向您请教 说实话我爱好特别爱写东西 然后但是其实我自己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 您当时不是也是 其实本来是画画出去 特别喜欢画画 但后来我们就 那个年代有革命需要 后来您就去演戏 就去投入到这个画剧喜剧表演 其实我我现在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情 可能和家里人对我们的期许 或者我们现在所学的专业 都会不一样 您那时候关于这方面的选择 您是怎么做的 或者您怎么 您应该上去当时去表演吧 放弃放花 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们现在不一样 这个人的要走的道路 不是自己事先设计好的一个路程 完了之后就按着这个路标 一点一点走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 后来中学完了以后 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吧 就专业学画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呢 开始演戏 但是演戏绝对不是专业的 就用一个词 就是阴错阳差 就是当时呢 我们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 那时候呢就要求我们 把工作重点放在戏剧展线上 后来一忙呢 学画 在学校就去不成了 精力都在这上面了 所以你想让我再回到学校去画画 学画也不可能了 所以这样就全部就是在那演戏了 一直干到现在 干了七十多年 所以说蓝爷爷您看我能这么理解吗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人生 并不按照我们预想的这个回道去发展 所以其实 当下交给我们的很多事情 我们人一人去完成 可能生命的也或者是人生的命运的一个转机 在下一个路口 如果还没有到的那个时候 其实心里也不用着急 把当下的做好 当你慢慢慢慢的成长 然后发现说可能演戏是我真正热爱的 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取得成就 对 因为这样 刚刚我就说人很难按照自己 预先设想的那个路 因为后来还有变化 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步 你们哥俩也是第一次这么自己看吧 对 那你觉得你们见到蓝爷爷以后 有什么意外吗 因为那个在剧之前特别怕有年龄代沟 但是我感觉现场跟爷爷交流的时候特别的顺畅 对 而且感觉很多我们就是当下流行的 比如什么土豪要一听爷爷哈哈他笑 然后就瞬间就去打消了那种 我可能对于剧里感的那种恐惧 你看他们俩现在应该说帅帅的啊 但是他们原来可不是这样 他们原来都是一百七八十斤 大家想不想看看他们是小胖堆的时候长什么样啊 应该不会了吧 想吧 你瞧瞧这俩你们能跟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两个碰在一块吗 那个时候你好胖呀 那你呢 我好像比你稍微一点我觉得 你们最后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把自己剪成这样 每天真的就是早上起来可能五点已经站在公路上去背书特别清静 然后晚上回去要熬夜学习很久了 所以就慢慢一点一点学习学习学习就瘦下来了 是因为学习给学瘦了 这个可以推广啊 学习减肥法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最刻苦的时候是 课间不是有十分钟的休息吗 然后我一分钟跑到我们的图书馆 然后八分钟在里面做 当时我理课特别差 然后我就做化学的题 然后被放成试 然后最后一分钟再回到教室 其实那个时候我成绩一开始进校的时候 考150名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咱们高考的时候分别都考了多少分 一个人得了674分 一个人考了683分 双双的考入了北大 这回这样 给他们哥俩一人拿块体板上来 怎么样能够从一个学习平常的孩子 变成了学校真正的学霸 祝君哥是不是如果我们俩回答不一致 就要回去做的DNA的 对我就要怀疑 我就要怀疑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自己传出来的 但是我俩应该差不多吧 因为高中的时候 我的学习方法都被他给借鉴了 好 来 请转过来 那我估计不太一样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看哥哥的 我第一个写的是零碎时间抓紧用 第二个写是科学计划排时间 然后第三个就是错题本 好 那弟弟呢 我跟他好多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审题有问题 刚才朱君哥问的是 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对 他前两个都不属于学习方法 这个是时间表 怪不得你高考没我考的高 我写的三个 我第一个写的是错题本 因为 这个是一致的 对 我觉得这个还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我写的是提海战术 然后第三个我写的是横纵的笔记本 然后我的横本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 包括老师上课讲的例题 但是这个纵本 我是在横本的基础上去加工 去吸收它的精华 这个是适合学习和消化知识 这个非常适合备考 考试的时候 像他这种笨学生 说要看很多很多笔记 然后非常的浪费时间 他零散时间抓紧用有什么用 像我这样的学生就是有这个纵本 我就可以去看那些精华的部分 我发现这个弟弟一直从上台到现在 一直在调侃自己的哥哥 您在家里也这样吗 自己的哥哥嘛 不调侃不是浪费了吗 大家还给鼓掌鼓励了他 刚才呢在问蓝老的时候 蓝老说人生有很多变数 他可能不会按你规划好的方向去前进 但你们两个人的心里有规划吗 其实我自己的话 我特别喜欢规划 我的第二点就是安排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短期内一年之内的事情 我都喜欢把它规划的非常的适合自己 然后再去做 但是我也觉得 当时特别认同蓝老说的 也是因为我觉得 我开始念大学的时候 爸妈妈也觉得说 可以念一个北大中文系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专业 但是当时我就是自己特别的排斥 特别的抗拒 然后最后去选了社会学 但是选了社会学之后 又在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 经过别人介绍 认识到了蓝老师 帮我们出版了第一本图书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也真的是我自己选的东西 可能跟我后面自己发生的故事 方向还不是特别的一致 但是我觉得 我一直特别喜欢这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 生命中很意外的惊喜和礼物 这是一种说法 你呢 其实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小的计划 然后不喜欢大的规划 把眼前的每一个小计划都做好 可能慢慢人生的规划 不需要你去描绘它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 可以根据你现在已有的资源 可以根据你现在所有的平台和能力 一点点去得到 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规划 计划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不能脚踏实地 能不能够特别认真 努力的去实施它 我回头问一下这个兄弟俩 子文子豪 你们觉得在你们这个年龄 除了学习之外 还有什么事是最重要的 我就觉得还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是思考 就是思考的能力 我因为你要说谈恋爱 那你呢 我没有说谈恋爱 我没有说谈恋爱 我说 我恰恰觉得真的就是谈恋爱 没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呢 他没敢说 所以你也没敢说 对我学他嘛 但要说实话是不是 你们认同吗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 因为我还真的挺相信 大学的恋爱非常美好 然后大家不谈一场大学恋爱 会很遗憾 你们俩分别谈过恋爱吗 都谈过 对爱情怎么看 爱情其实最重要的是 让自己懂得去爱别人和被别人爱 两个人的互动关系里面 我觉得能带给彼此 特别多的东西和成长 好 其实呢 他们两人呢 也带着人生的这样的问题 去问了蓝天爷老师 来 继续 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聊一个话题 可能这个话题立微的羞涩 一点偏生活话 所以这个话题还让哥哥来问 我不敢问 你来问 没有 就是因为感觉您前面经历了很多人生大事的一些选择 然后觉得不管是起还是落 就是都特别的丰富和精彩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很多件大事 然后有一个每个人都会共同经历一件大事就是爱情 然后所以就是说想八卦一下您的这个爱情的部分 像像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像您太太她也是北京人一个特别著名的老的一个表演艺术家 然后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前辈 然后就是说想想看您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是谁先追的谁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在演剧二队 那时候我们就就在一起演戏 一个戏 那时候那时候都更年轻 都没有想到这些事 那您那时候是属于一见钟情的 还是演戏在一起再久了 这个日久生情 但是经过了很多年以后 经过很多年以后了 开始合作一起 只是工作应该是 对 才结婚的 其实 那个感觉您这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因为都是 对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彼此 那蓝一您觉得您们性格互不吗 因为我看好像奶奶其实好像是不是比您更外想一点 她可能跟人们交往啊 我那个时候这个一个脾气不好 一个呢就是好像比较偏向于内向 我跟现在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磨合吧 我俩相处您知道吗 其实我是那个内向的 你是内向的 我们俩其实在平时的相处过程中就也是这样 就是其实性格挺互不的 弟弟是个外向的 就是从小他就是出去那时候跟爸妈出去吃饭 然后说让我们俩跟大家说话的时候 其实一般都是说老大代表家里说一下 但是弟弟也想 然后呢就会喜欢跟大家去多说 我就偏文静一点 不是 我想你们怎么关注了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们结婚了吗 没有没有 恋爱了吗 现在是单身 嗯 算是有了 之前是有恋爱 现在是单身 现在 对对对 现在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就是代表代表年轻人 跟您问问问 其实您那个时候就是爱情或者感情观 不是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感情观 还是 其实我们我觉得挺简单 现在其实90后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就是感觉很重要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一些现实的条件 可能在一起相处舒服 可能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所以我感觉很多人现在说 可能听起来比较虚 大家都会说 你感觉对了 就遇到对的人呢 就大家就在一起了 所以你觉得怎么就感觉对了 对了 就比如说 或者再具体一点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呃 咱俩报告也开始报告咱们 嗯 其实我对于自我标准就是 就是很多人问我 什么学历家庭 我觉得我都不看 但是我第一个要求就是 对方一定要善良 就是我要要求他是一个很有爱心 然后很善良的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 我有很大要求就是对家里人也要好 所以第一个善良第二个孝顺 然后第三个 可能再稍微自知的 我会选择说性格 就是可能生活中开朗一点的 热情一点的 因为我怕我会 遇到一个闷的人 我会很容易自己也会闷起来 你有什么 嗯 其实差不多嘛 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 好那行那就我找一个人就别找了 哈哈哈哈 看着就行了 嗯 太残忍了这个弟弟 嗯 爷爷像现在呃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看他说 多好 我看说 他原来 原来身体好 嗯 但是他就是这几年呢 颠着不断摔了几次 嗯 我都给他弄一个链 我说你 你只要一动 你一定要找人 嗯 然后半夜 而且我们朋友都 都 都对他都急了 说奶奶 你半夜 你什么时候 一定要找他 哦 奶奶还不舍 他呢 有时候比方说刚下去 哎 就是我起了就拿一件衣服 还是什么 就这么远就摔了 嗯 嗯 我现在没有什么负担 如果说我还有一点负担 就是 他的身体 嗯 其实我听完就 特别感动 我记得说您之前 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您跟您的这个 家政的这个阿姨也好 保姆也好 说我其他事情 我都不管 只不管一件事情 就是把奶奶表达好 嗯 所以就觉得 嗯 而且我还听过一句话 呃 说得非常好 他说我会努力 让自己活得比你更久一些 我会让自己保持健康 然后这样你就永远可以去依靠我了 其实我觉得 爷奶奶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爱情也好 婚姻也好的一个榜样 嗯 就是一直在彼此去扶持着彼此 去去照顾着彼此 那爷您未来 比如说五年时间之内 有没有什么打算什么 可以跟我们的计划 或者有吗 听说您特想养狗 不是 不是现在 因为我现在还在排戏 还在演戏 就老得出去 你养一只狗 你就必须有时间 去照顾它 得去照顾它 我估计啊 嗯 就是我还可以干两年吧 连续到了后年我就 就干干不动了 我给您预料一个 我估计 爷爷您还得再 在至少干20年 嗯20年 这一个人干到20年 那我就一百 我一十岁了 一百一十岁 啊 他说一百一十岁那不行 没问题 好 您这身体状况 我还需要您 不是 你一百一十岁 你在上台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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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做演员 自己演 我就必须是身体状况 调整到最好的 嗯 演员他是 自己是创造者 嗯 还得用自身 来 嗯 完成这个成品 嗯 他跟别的不一样 人家 来买东西 没缺金 短两 可以 保质 啊 质量 就行了 我这不行 我能够保质的 就是我自己的身体 因为来人还是对观众 对表演都很尊重 而且很负责人 我还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您老说我 嗯 你们将来到底想干什么 能用您的那个回答 回答吗 就是现在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们 呃 确实在不停地做尝试 我们今年可能会 尝试尝试去 呃 创作产品 那就是说 你们将来还是想 当作家 你比方说你毕业了 嗯 你是干着你现在 学的专业 去写东西 还是就是把自己 学的这专业放下了 就专门做一个专业的作家 你用什么 来充实自己 嗯 其实我感觉 呃 跟您之前做那些东西 其实我感觉 呃 走过的每一个阶段 其实对我来说都有帮助 你们每个人告诉我一个 嗯 你们觉得你们看过的书 你们觉得最好的书是什么 类似于 嗯 青铜化的一本书 叫小王子 然后这本书是一个 呃 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精神的支柱 因为我每次出差的时候 或者是心烦意乱的时候 或者是特别浮躁的时候 我就都会看他 我自己读过里面最喜欢的一本书 还真的就是 多年贵五的那本解忧杂货店 我看看他 其实会发现 其实解忧真正要靠自己 我提这个问题 嗯 我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嗯 如果你真的想 当一个作家 如果真的你要是主要的 嗯 想要 从事写作 我觉得 古今中外的明珠 全都得涉猎到 嗯 你搞文学嘛 嗯 那你文学上的修养的积累 你反映生活 反映人 那日常的生活 对人的了解 对生活的积累 嗯 这些方面 才能够 是你写作 背后的那个 嗯 基础 嗯 听也在你们 不听也在你们 嗯 长着的话 嗯 重视 但是不一定全听 嗯 哇 爷爷真的太好了 就是 爷爷呢 您觉得自己 就是你身上最好的习惯是什么 然后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我有好习惯吗 哈哈 你觉得太谦虚 不是 我这一下啊 还真想 我会有什么好习惯 不一定叫习惯吧 我这个 品质也可以 或者是性格上的也可以 哦 我可能对人不虚伪吧 怕得罪人吗 嗯 达不到你自己的愿望 你也没有达到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 会去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这点还是 现在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 嗯 就是需要去去学习的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们说话 年轻人 嗯 会更值 你们觉得 嗯 你们现在受人关注 嗯 是因为你们的作品 和因素更多一些 还是因为你们是双胞胎 忽然被人发现了 是两位很有才华的双胞胎 是哪个因素更多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自己很坦率地讲 我觉得第一开始被别人发现 就是他发现你的作品 或者发现你这个人 肯定是因为双胞胎 引起他的注意 但是怎么样去持续 就可能就是一些内化的东西了 但最后是忠于人品 引人关注是第一步 但是让人喜欢 其实是第二步 嗯 我们每年都会出一本自己的书 嗯 让大家持续地看到 呃你的内容 然后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们的成长 哪怕是这个上场过程 肯定会有一些 失败的地方 嗯 可能这个会是第二步 让人家喜欢的一些 嗯 一些感应吧 嗯 然后今天上午跟您短暂的 这一个交流过程中 哎 就是真的是 会持续地 粉转 铁粉 铁粉 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嗯 当您在北京有演出的时候 一定要去 嗯 去感受一下 然后去 这就是就是我觉得 您的确实是人格魅力 在很短暂的交流中 就能感受到 特别像我爷爷 又亲和 但是又有道理 而且又 又不会强加于人的那种 嗯 魅力 我今天上午我最后跟你们说一件事 因为现在我还在干事 嗯 我顾不过来 嗯 我就想什么时候 不干了 真的什么也不干了 就干不动了 所以将来我要养一只或者两只狗 嗯 这名字我都想好了 名字叫什么 一个叫大师 一个叫太陡 啊 因为我见面我就爬呀 那天 你是国宝级的 嗯 你这是大师 你就太陡 咱们这大师太陡 有时候 大师是有的 嗯 但是别到处都是这样 嗯 我算什么大师 啊 我再说 您 一二说管我叫大师 您看了没有 他叫大师 哦 爷爷又是谦虚又幽默 总有那么一天 就是我 我现在唯一想不好的 哎 就是除了养一只狗以外 就是总 总还要看点什么吧 还是那句话 这个人 到医生的时候 又不知道 下边哪一步往来不走 嗯 谢谢 谢谢 让我们也 带着这种好奇心 和未知的这种 经历这种精彩 然后去持续的去探索 我们未来的每一步 然后也祝父爷爷可以 身体健康 谢谢 来您家路 已经我在路上我就说 我说我一定要看好了 来来爷爷家路 然后等下次再来 嗯 私下来拜访您的时候 嗯 可以看见您的大师跟泰斗 然后一起陪您聊天 那是 可能两年以后了 您带着我们 正在您的花式 好 您的 好 参观一下 嗯 嗯 谢谢 我之前看您资料 好 您比较喜欢英文 这么好的一幅画 您得画多久呢 嗯 如果要是没事 就是 三天 三天 就在这上 这幅画是不是在这 对 这个 原来都 都不能用墨汁的 嗯 真正讲究 就是 要研磨 要研磨 嗯 我才真好看 这个上面是黑的 他画画每个人不一样 嗯 有的 就画得很快 有的画得很慢 嗯 这只能初步就是这样 也可以有颜色 嗯 也可以没有颜色 已经很好 我听起来 应该我画到那儿的时候 我就在那儿 哎 好早音 今天真的太幸福了 耶 怎么会这么幸运 是 我刚才就进来之前 我就想 摇个衣服 看来没好意思开会 哈哈哈 谢谢大爷 嗯 不行 爷爷我们俩 跟我们俩好朋友 哎呦 你也是 画得不太好 这是谁画的 对我们俩跟另外一个叫 过人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 这要是他的好朋友 然后 我画完是您那个照片 对对对 那个照片 对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 什么颜色 是油画颜色 还是那个 就是 屏息的那种 对啊屏息的 那种 好好好 还是用蓝爷爷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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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布是吧 嗯 那就是用油画的 哎 来到蓝爷爷家 也是 幸运 今天就特别幸福了 其实说话最多的 我觉得还是 今天被蓝爷爷的人格魅力 所感动到 蓝爷爷是一个很想自我主见的人 其实当时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环节 是看蓝爷爷的那些 珍藏 收藏的石头 但是蓝爷爷就说 啊这些没有意思 我们不看不看 就就执意就来这边 但是他在这边 他对于事物有自己的判断 他对于他更想把自己更好的 更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展现给我们看 其实人生的时候 有很多个时刻 不是按照你预定的那个轨迹去发生 然后去演绎你的故事 所以就很值得今天这趟这趟行程 嗯 有点意思啊 我觉得蓝老真的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 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 爷爷反过头来对他们的追问 你们俩当时紧张不紧张 紧张 特别的 我估计不亚于今天那个在演播室门口 看见您的那种心情 面对爷爷的这个夺命连环问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手足无措的感觉 是吧 那接下来我学一下爷爷啊 啊 我也追问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爱情 所以我们就爱情的话题啊 我追问几个 包括你们四个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来 在恋爱中 当你选择女朋友的时候 长相因素所占的比例 应该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要选择恋人 最看重对方的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你特别喜欢一个女孩 对女生来讲就是男孩啊 突然发现人家有对象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答完了 答完了啊 这样 在看你们的结果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来到 现场的我们四位大学生的代表 第一位是海州市占50%是吧 对 就是看面相就能看出这个人善不善良 所以我觉得颜值还是挺重要 而且还要为下一代考虑 对吧 想的真长远 想的还挺远 最看重的是品格 还有真诚 真诚 然后第三是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 好 颜值占40分 然后呢要真性情 你要努力去争取啊 你很勇敢吗 我有那么一段感情 女孩 我追到了大学一年级 后来出国了 我们一直是在异地 然后关系一直没有确认 现在还在追吗 现在 不在追了 人家结婚了 天哪我猜多大 不我们猜多大 就是因为太久了之后 的确就淡下来了 累了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 从前没有 就是隔壁专业的 没有见过的女生 我们认识了第一晚 然后就 就喜欢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反差给我特别大 就是我有追过七八年的女生 和只认识了一个晚上的女生 对我的很多很多想法 发生很多改变 你们现在年轻人 我们真看不懂 这位女同学写的是 形象占百分之十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性格 默默的祝福 好也是个说法 这同学占百分之二十 然后是性格和爱好 最后一条她是等待和祝福 好好好 请放下 我们来看看他们哥俩的 来弟弟 那我可能第一道体 达到全场最高了吧 好 颜值要占七十五 比如说我的要求就是 干干净净 不能邋遢 个子不能太高 要是比我高的话 我会很容易心理受挫 不你可以找一个高的 改变一下下一代的基因吗 那简直就是 委屈了我一辈子 去成全别人的一辈子 第二个我选的是善良人品 跟我刚才在节目里面说的一样 然后第三个我选的 我写的是等待 好 哥哥呢 我的第一项写的是五十 这个联系第二个 因为我最看重的就是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眼 或者说我后面相处过程中 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很好 我就会觉得他哪里都好 然后第三个我是坚决不会追的 因为我觉得追到手了 对他来说也不太好 然后 你也追不到 人家有你怎么追得到 你追不到 追不到的话也还是 还是追不到 对然后 然后 但是也还是可以 就是 无限的对他好 所以我觉得 不用追 然后 那你要当心了 那第二条里面 因为我觉得就是发自内心的 可能就会想对一个人 好 就像说 我弟不管平时怎么惹我 我还是会对他特别好 就是 控制不住的一种感情 反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最后两个问题 一个问给大家 一个问给他们俩 大家觉得通过今天这样一个人生课堂的录制 你们有收获吗 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是 通过对蓝天爷爷访问 让你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 写在你们的题板上 写好了拿给我们看看来 我看海周写了一个要坚持一个要放下 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要像老艺术家一样去学习 会在未来的道路当中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放下那些让自己心情浮躁的东西 好 谢谢 来 老艺术家给我们年轻人的勇气 他会给年轻人一种去闯的可能性 就人生不是那么规定的 就是只要你敢闯 然后未来很多事情等待着你去发生 好 谢谢 我在那个视频当中一直都听到蓝天爷老师 他一直都在说就是说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还是可以不断的尝试 然后我们拥有这个试错的成本过后 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再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呢 我觉得蓝天爷老师告诉我就是你可以迷茫 年轻人本来就是他会遇到迷茫的事情的 好 谢谢 就是我们可能就看待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未来 包括我们的这个恋爱的这个观念上 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去那么绝对那么极端 而是从一个更多元的角度来考虑他 然后今天第一次看到可能就是生活中的蓝天爷老师 然后觉得他特别豁达的那种人生态度 然后给我很大触动 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需要学习 然后让自己也做得更好的地方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几位 来 咱们站起来回答你们这两个问题 这回哥哥先来吧 好 跟蓝爷爷在短短的一天的交流过程中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平凡的人 然后在过着特别平淡的生活 但是我也觉得蓝天爷老师 把自己活成了蓝天爷老师 就是真正成了自己生活中想成为的那个人 有自己的英雄梦想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应该不必为自己成为一个多么伟大 多么成功的人所累 而是只要你在自己平淡的生活里面 保有自己的英雄梦想 你就是自己的小太阳 好的 来 弟弟 然后我这边写了三条 第一条叫做永远保持追求 活到老学到老 活到老也玩到老 活到老也追求到老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很大的触动 然后第二点叫做生活要有热爱 其实蓝爷爷的爱好非常的多 然后我相信也是这些爱好 让他性格或者是他的人生 会越来越豁达 越来越宽阔 然后第三点叫做随心走 但不随波逐流 其实蓝爷爷很大的经历 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他都是跟心走 没有给自己设定很多很多的目标 但是呢也绝不随波逐流 就是有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并且学会去坚持 我也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人 非常好啊 还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人生课堂 特别的有必要 也许看了 您不觉得您能从中找到答案 但是我相信 您一定会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愿一切都更美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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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